红颈中巨型乌贼背景简术 乌贼是一种常见的海洋生物 而这种稀有的特殊乌贼 可以长得比其他乌贼大得多 甚至是成为令人惊诧的庞然大物 关于苏联究竟是如何获得这种巨大生物的 还存在疑问 有人说是苏联利用心灵能力来控制这些乌贼 也有人说是像驯服其他生物一样 驯服巨型乌贼的 在有理叛变后 乌贼们仍然听命于苏联 由此可见后者更为合理 这种比舰船还要庞大的可怕生物 会从船底发动攻击 伸出几根长长的触角 缠绕住船身 使其无法动态 同时用力压碎船身 绝大多数船只 对于巨型乌贼的攻击都没有防御能力 而对船物这种不能缠绕的目标 以及海洋的水中的步兵 乌贼则会选择 用它巨大的触角发起致命的拍击 且雷鸣潜艇是唯一一种不能被巨型乌贼缠绕的舰艇 巨型乌贼还有一定的自愈能力 可以快速愈合非致命伤口 这让它可以抗住鱼雷的攻击 海豚的超声波也可以使巨型乌贼放开船只 还有它的这句经典台词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